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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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职为一线指责 你心只想着如何为国所用 不敢花什么心思想笼络人心的事情 属下是个警察只会办案 不会笼络人心 你们二位紧张什么 我不过是随便说说 人证的事先放在一边 那么物证呢 朱一叔与土匪勾结 那信件来往的信物 那总会有罢 还有 他敢冒着调老呆的危险 去包庇走私犯 他总该有所图罢 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还没有回来 刘济民不相信 一个生平最恨走私的 政治警察 突然间就成了 走私犯的同伙 他的直觉认为 这是一个 想要置朱一叔 于死地的圈套 如果这是一个圈套 那么 所有的环节 肯定都设计好了 人证物证俱全 陷害的步骤 缓缓相扣 才能把朱一叔 逼到这种绝境 一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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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样了 身上多处要害被刺伤 又失血过多 伤了元气 怕是要养伤一阵子 才能缓过来 什么时候能行 这个不好说 他伤得很重 最快也得明天 他们为什么要活聘 听内线说 是分赃不均 发生了争执 接着说 朱一叔 多次表示他功劳很大 想拿到更多的好处 屡屡向曾时落提出 想提高分成 曾时落 本来就很不满 再加上 朱一叔已经被撤了职 他觉得朱一叔 没有什么可利用的价值 想除掉他 他以谈判为名跟他相见 其实暗地里在一线天 射下了陷阱 少爷 您醒了 我爹好点了没有 还烧不烧 县长已经没事了 行 那我去看看他 少爷 您这时候去不太方便 为什么 警务监督局的刘局长来了 警务监督局的刘局长 那是我哥的老师啊 我跟他去看看了 少爷 刚才我给他们上查的时候 听他们在谈朱一叔的事 我哥怎么了 好像是朱一叔勾结曾时落 被程局长抓了 少爷 少爷 局长 要不然这样 先把朱一叔放出来 叫人诊治一下 等他养好了身子 我们再 庞县长 你这是知我于不公不义吗 我说过 如果朱一叔真是知法犯法 我绝不包庇 别说我只是他的老师 就算我是他亲爹 这个时候也不能放他出来 未知事业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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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能进去 放开我 义父 我可是冤枉的 他不可能做那样的事 混账 这是你胡闹的地方吗 多看 别自知闹 别给现场听乱 拦着他干吗 让他说 这是咱们警务监队局的刘局长 他叫 大风阵警所寻官 记忆东海 觐见局长 局长 我刚才太着急了 在长官面前放肆了 请局长不要见鬼 年轻人嘛 有点火气是好事 不错 一表人才进退有据 庞县长 你叫自有方啊 全子出言无状 还请刘局长多担待 我倒没觉得他出言无状 庞县长 你别忘了 敢说真话的那都是年轻人 是是是 你刚才说谁是冤枉的 报告局长 朱医书肯定是冤枉的 我敢用我的身家性命担保 朱医书没有参与走私 你是出于私情 还是有证据证明他是被人陷害的 报告局长 如果让我查下去 我一定会找到证据 朱医书出事之前 你在哪里 现成生病了 我回家进校了 是这样的 局长 其实啊 东海这孩子 心眼实 他以前特别佩服朱医书 他身上那点功夫 也是朱医书教的 年轻人嘛 脾气又合 私底下是非常好的朋友 他听说朱医书出了事 一时不能接受 那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昨天晚上的事 他确实不知道 卑职可以担保 昨天晚上出什么事了 朱医书和曾世洛 分赃不均 发生了火拼 你们警所的所有警察 在一线天 被曾世洛涉负杀害了 什么 不可能啊 昨天我走的时候人还好好的 怎么一个晚上就 东海 这是真的 出了这样的事 我们都很难过 但你现在是寻官 所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处理呢 是曾世洛干的 我杀了他 站住 抓曾世洛的事情 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不用管了 你当着刘局长的面 成什么样子 你少跟我抓好人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自己最清楚 你这是跟谁说话呢 我做了什么了 你竟然知道 那好 你当着刘局长的面 你说出来我听听 瞧你这点出息 发生了这种事 你们大方阵也是我的管辖之内啊 你以为我脸上有光吗 好啊 那我今天就问你一件事 那朱一叔 为什么屡次放了曾世洛 是 你怎么不说 我还放了曾世洛呢 你怎么不说 我跟他也是一伙的呀 你看你看你看 看到了吗 他还跟我较亲 行啊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放了曾世洛 国华去省城 国华去省城干什么 你是不是怀疑我义父 跟承云轩是一伙的 是不是 光凭承云轩的一己之力 这个事情 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他可是你义父大人的心腹 他的亲信 我 你说呀 你说下去 国华去省城探亲 在路上遇到了歹徒 被杀了 曾世洛刚好路过 把他的尸首带回了警局 所以我知道曾世洛是走私犯 可是他在最后 保全了我兄弟最后的体面 于行于力我不该抓他 局长 我哥是个好警察 他跟曾世洛不是一伙的 简直胡说八道 来人呢 有 把他给我关起来 是 局长 我哥是清白的 我听说 你们镇警所的人 都被朱医书给拉拢了 为什么单单放过了你 我 这可能是因为是 我没问你 报告 他 在北长官 去大峰镇搜查的人回来了 在朱医书办公桌里搜出了一些东西 东西呢 都在后厅放着呢 桌子也抬回来了 局长您看 去看看 把他给我关起来 把他给我关起来 报告上面长官 在朱医书的办公桌里发现了银票十张 房契五张 地契二十张 所有赃物全部带回 请您查看 这可是二十万两啊 你们是从哪找到的 我们找了一个早上 找遍了整个警所 结果什么也没找到 后来多亏有老山羊提醒 才找到了赃物 刘医局长 他就是杨善利 你发现朱医书 往这里藏东西了 报告局长 属下没有发现 我只是觉得 这张桌子两面的颜色不一样 所以我就起了疑心 你在朱医书手下多久了 从朱医书到大峰镇 属下就在他手下当差 你是怎么发现 朱医书跟曾时落有勾结的 属下的母亲病了 朱医书一次性 就给了属下一百块大洋 我觉得这事蹊跷 就向程局长做了汇报 程局长让属下私自留意 我就装作严厅寄存的样子 朱医书可能觉得我被他收买了 就对我放松了警惕 所以我就打听到了一些消息 难不成 你的功夫比朱医书和曾时落还好 警所的人都死了 唯有你逃了出来 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你 报告长官 书下没去 云一 我要向程长官做报告 所以就找了个借口没去 真够巧的呀 就跟设计好了似的 好 刘局长 这说明行正义之事必有福报啊 程局长 这些都是教训 咱们不能走朱医书的老路 是啊县长 刘局长 您看 您看 人赃俱获 我还有什么说的 若是他真犯了国法 我亲手毙了他 是他 是他 哪有福报告 走 站住 站住 太晚了 干什么 别动 许总 别动 别动 金公斤 你这是干什么 放箭章 任开 让开 任开 别过来 开门 快点 快点 出 快点 哥 哥 你怎么了 你说话呀 你醒醒 哥 你醒了 你怎么了 你告诉我呀 走 驾 你醒醒 你说话呀 你不说话 我怎么救你 哥 你知不知道 程元轩那个王八蛋 已经给你定罪了 说你是走私犯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你要相信你的老师啊 他已经来了 他那么大的官可以帮你呀 别动 别动 谁让你进来的 出去 出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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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那么多了 我先带你出去 别动 别动 东海 你要干什么 我要带我哥回家 你心里只想你哥 你想过你义父吗 那都是胡扯的 我义父被你哄骗了 早晚有一天我会查出真相的 东海 警察办案需要证据 诸一书勾结曾实落 杀人走私 这不是我捏造出来的 证据就在这里 那么刘局长 会相信谁呢 大风阵的百姓会相信谁呢 如果你今天把他带走了 那刘夏给你义父的 是监管不严的罪名 他对你这么好 他肯定会把罪名一起扛起来 那么你呢 你身为人子 就这么尽小心了 多想想你义父 你心里是有数的 老实 Teil 是 你什么吧 东海,把钱给我 帮他带走 是是 陈云轩 你使劲他呀 走 快点 放开 放开我 哥 你喊我呀 放手 兄弟们 安志豪 知道 走 哥 走 快走 主义叔 你认识这个吗 你的好妹妹珍珠 为了救你 差一点送了姓名 还有你真大叔 身中了一枪 现在是好惨啊 主义叔啊 你是个聪明人 他们父女俩的姓名 现在就压在你一个人身上 你 咱俩可以做个交易 你答应了 他们父女俩就可以活 你要是不答应 那你们仨 就在黄泉路上做个伴吧 想想吧 想好了告诉我 你 我不想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兄弟们 喝酒 兄弟们 黄泉路难走啊 你们别走散了 喝梦泡汤的时候也不要 不要散手 来生我们还做兄弟 你们放心 早晚有一天 我和哥会睡在你们身边 但是在那一天来临之前 我一定会把事情的真相查得清清楚楚 给大家一个交代 咱们活着的时候 都是爷们 倒下了也是条汉子 不能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的就死了 大家放心 我保证 只要有我在 谁也别想把咱哥害死 只要我季东海活着 我就一定会把我哥从牢里救出来 要不然我季东海就不得好死了 兄弟们 你们就安心在这里待着 只要我活着一天 你们就会有好酒好肉 我伺候着你们 兄弟们 恩心上路 局长啊 您多少吃一点 生气归生气 要是气坏了身子 那可怎么好啊 主义书读职违法 那是因为他自己一直不坚定 这跟您没关系啊 您何苦为难自己呢 师有父之责 朱医书公器私用 维护作成 若要追根门责 我身为他的师长 长官 也难妥师察师职 用人不明之责呀 那是因为他自己把持不住 卑职也有错 要是卑职能在朱医书犯错之前 多给他引导劝解 那他今天就 不会落得这个下场了 庞县长这么小心 倒显得我严肃了 来 坐坐坐 咱们边去边聊 谢谢局长 我敬你 局长 我敬你 鞠躬海 别开 来 来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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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 都是你害的 我告诉你 我到这来不是为了跟你打架 是为了救我师弟 你难道不想救朱一叔吗 他是我哥 我为什么不救 那你听我说 请无间都觉得刘敬明 到燕门县了 这个人我知道 是我师弟的恩师 他们的交情很好 我师弟 肯定是被程云轩陷害的 你帮我从中搭个县 把刘敬明约出来 我愿意做这个证人 只要刘敬明相信 我师弟是清白的 他就有救了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是个通缉犯 我要去做证人 肯定会被抓 我不怕自己会被抓 你有什么不可以信任的 怎么 难道你 不敢帮这个忙吗 谁说我不敢 这件事情我关定了 好 那我们就说定 你把刘敬明约出来 我和他在城外见面 可以 城外哪里 城东 灌地庙 最晚明天五十 我把人带过去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 庞县长啊 你们这个案子办得是十分地漂亮 没有一点漏洞 找不出一点把柄 庞县长的手下真是能人不少啊 谢谢局长夸奖 雁门县所有的警务人员 无不尽心尽力在办这个案子 不敢有丝毫懈怠 但是 忙活了几个月 还是让曾石洛给跑了 局长您说的话 实在是领卑职 感到羞愧 庞县长多心了 我的意思是 一个聪明人 如果他真想犯错的话 是很难被人抓到把柄的 除非他碰到一个更聪明的人 如果他的对手是一个聪明人 就算他没有错 也会变得有错 局 局长 您这话说的 卑职有些不明白啊 卑职就已捕快出身 没念过什么书 太深奥的话 卑职也听不懂 但是卑职自认官行无亏 对得起百姓托付 局长您有什么指示 请明说 卑职一定尽心尽力 庞县长 我怎么觉得 刚才令公子 好像有难言之隐 局长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国华那件事 他好像有所隐瞒 是吗 卑职不觉得呀 你不觉得这件事 太巧了吗 在朱玉叔出事的前一天 国华去省城探亲 走在路上 被人杀了 他为什么被杀 他是被谁所杀 是啊 你该把他砍起来 是 放我出去 把门打开 刘局长 庞县长 朱玉叔醒了 义叔 一叔 为什么 老山羊 臣其名 他这是怎么了 不是说已经醒了吗 刘局长 朱一叔受过正规的训练 了解刑针的手段 他今天这个样子 未尝不是一种反刑针的手段 你的意思是说 他是装出来的 局长 这 为什么 为什么 一叔 为什么 一叔 你怎么样了 你准备好了 报告老师 我准备好了 我希望 不管是十年 二十年 无论我什么时候看到你 你都能问心无愧地告诉我 你是个好警察 能做到吗 能 你从大人 你把警察 识到我 你把警察 你把警察 都放下你 我有罪 我是个坏警察 我有罪 你有什么罪 忠义叔 你告诉我 你都犯了什么罪 忠义叔 你既然已经认了罪 应该签字画押 作为呈堂的证词 你敢签字吗 我要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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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 现在是人赃俱灾 终于水落石出了 不急 我还有话要问的 你 终于说 你跟那个曾石洛勾结 从中获利多少 获得赃款就有二十万 我再问你 那些枪 你为什么要越级上交 要工 那个国华为什么去上城 是不是你派去的 回答我 回答我 太亲 诸一书 我现在不是什么局长 只是你的老师 我想知道 我最期待的学生是不是变了 我最后再问你一句 你有没有勾结那个曾石洛 滥有职权 从中为自己牟利 见解还害死了自己的同友 我有 我有罪 我有罪 好 很好 是我看走了眼 我看走了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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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不多留几天了 我得尽早回去 向省主席复命 不便久留 那卑职就不留局长了 朱医书的事您看 庞县长 你依法办事就是了 不要顾虑我 是 局长申明大义 局长 在朱医书的事情上 我有完全责任 请局长见谅 二位多虑了 是朱医书自作孽 怨不得别人 你们二位回去吧 是 局长慢走 局长慢走 除了这样的事 刘济民比谁都痛心 他在情感上 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可事实百载眼前 他也无话可说 怎么偏偏是朱医书呢 他印象中的朱医书 信仰坚定 正直坦荡 难道连他都变了吗 七百六十六 七百六十七 七百六十八 七百七十八 七百七十九七百八十七百八十五 七分八十四 七分八十四 七分八十五 七分八十七 七分八十五 这张桌子 我早就准备好了 刘锦铭一来 倒提前派上用场了 刘锦铭这个人不容小觑呀 你看看他在牢房里 提的那几个问题 都在点上 咱们千算万算 就是没有算到 他会问起国华的事情 还有 他单凭东海的支言片语 就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呢 这个人太厉害了 多亏注意书 还看在 真老栓他们父女俩的份上 我们才算是 躲过了一劫呀 你说真珠这父女俩 应该怎么处理呢 他们窝藏罪犯 还想帮助犯人逃跑 这已经犯了国法 按照法律应该强毙 真珠还好说 如果把真老栓也弄死了 恐怕会有麻烦哪 有什么麻烦 这朱医书冷不丁地成了走私犯 那老百姓能不纳闷吗 保不齐没有几个人相信 你再把真老栓给弄死了 那大风阵这些刁民 能不闹事吗 你别忘了 这两个人在大风阵 可是威信很高的 要不咱们这样 大大方方地 把他们放出去 澄清一下 咱们正好利用这个事 让大家都知道 咱们呢 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但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 真老栓父女俩 他们和朱医书是一伙的 或许会知道些什么 那个真珠又见过娇亮 万一要是放出去 他们胡说 那可怎么办 你难道就不能想办法 让他们没有机会 出去乱说呀 咱们先放人 堵住他们的嘴 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这事情做完 咱们没留下什么把柄 还落下一个 铁面无私的好名声 这就对了 还有件事 我觉得有点麻烦 什么事你说 东海 这情绪有点反常 他又那么讲义气 这万一要闹出点事情来 我们不好收场啊 这事我来处理 在朱医书死之前 我一定看好他 让他没有机会闹事 你们干什么 放手啊 放手 我朱大哥呢 你们把他也放了 放什么放 他勾结走私犯 害死那么多人 放不了了 你胡说 我 干什么 你想洗剂啊 告诉你啊 别哭闹 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赶紧走 你们把他放了 你们把朱大哥放了 我就不走 快 走 你 你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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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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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回来了吗 宋宁的人不是说了吗 珍珠很快就会回来了 孩子没到家 老不放心 那我再去看看 这小牛还真有劲啊 她也是野了点 她挺有味道的 没有干什么 别过来啊 别过来 别怕 大爷一会儿让你舒服了 天男人是什么姿务都没长过 还要让你舒服舒服 救命啊 你来吧 放开我 放开我 作曲 杏鸟 拍摄了 打破砂丘 狼人凭北风呼啸 流沙满天月黑风高 风泉流沙湖 仿佛海浪尽逃 独自向前一路奔跑 暗流在汹涌 遍地逆沼 无惧万难千兆拆招 这一路前行 有谁能知道 总有前行摆着孤狼 却一双灰烟让我看到 这一路鬼怪模样 插一双翅膀愿过逍遥 一声豪气冲向军校 却一瓶力剑皮静战草 躺开这黄金石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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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豪气冲向军校 一声豪气冲向军校 却一双力剑皮静战草 躺开这黄金石岛 披一声彩虹洒霜霜音号 书无法流 幻看今朝 今朝 今朝 一声豪气军